是挺像那谁的那个 那谁啊像 罗志祥 罗志祥是吧 罗志祥是不是比他个儿高 他比罗志祥帅 这位女嘉宾对罗志祥 哦不对 叫廖冠杰 不像个关系 好 哎呀 这才 这还没 请选择 你知道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 我能说明什么 你快告诉我 所有的媒体 杂志 报刊 俗语 不停地告诉我们 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丑陋的动物 他们都是视觉的动物 而这个事实坚定不移地告诉我们 女人视觉起来比男人更恐怖 好像我从乐老师的这个表述当中 看来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 受到这方面的指责比较多 来 12号 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反正就要跟他走了 来 你把你现在 一看到他的你的骨头的都发生化学反应的这个整个过程跟男人描绘一下 因为那个我在就是ICN的那个网页上面有看到那个男嘉宾 然后我记得他是人期第一名 对 然后我有看过 我有看过他自己的视频 就自己录的那个视频 然后男嘉宾是纽约来的 我是纽约来的 我今年 我今年 今年夏天的时候刚刚去过纽约 然后 我能理解你 看过他的资料之后 在美国专场当中你就一直在等他出现是吗 但是你没有直接回答乐老师的问题 你给他爆灯 到底是因为 就是视觉 还是说因为你已经了解了他其他的很多 我看过他视频之后 多少有一点了解了 你就不要美化了 美化什么美化 就是好色了 哎呦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You move guy can you take me to leukemium boxing stating you 讲完之后 司机大哥 立马就把我上到泰拳馆 他竟然听懂 那各位观众 你明白我刚说什么吗 我倒是对刚才那句话耳熟 但是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也刚从泰国回来 你跟我们说一下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中文是说 我要去看泰拳 带我去这个泰拳场 然后你如果要 用泰式英文讲的话 你再说一遍 说慢一点 其实我讲的也不是真正的泰文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好像 然后就OKOK 然后就带我去 还真的听 他们明白了 他听到mootai 就是泰拳 只要关键词听懂一个就可以了 你还会不会用 其他国家的那种发音 当地的发音来说英文 我可以用那个比较有那种 就是对我们生活比较重要 比如说韩语 韩语大家都听过 韩国人说英语是什么话 韩国人说英语 我只是会讲两个最重要的 就说比如说我们要吃麦当劳 麦当劳 还有肯德基对不对 KFC哦 那如果是日本英语呢 字字我还没有研究 9号 长得这么帅 这么阳光 这么可爱的 就是这种阳光少年的感觉 虽然已经28岁了 但是这样的男人 我觉得偶尔看看 姐姐眼馋就行了 但是去回家真的不是这样合适 去回家不合适是吧 不是这样为急 我真的是没有信心没有勇气 谢谢你 其实我没有问题 我只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第一个灭灯 因为男嘉宾太帅了 我看他围个围巾 我怕他热坏了 所以我想让本轮塑塑塑塑塑 不过下去是个事 那我也配合给大家 来看下一场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次变得两感到回来 有请12号 有请2号 10号 现在我们来看 廖国杰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在他们还没有说任何话之前 他们两个人的心里面对他方说 我要你 他说我也要你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说好 这应该是有爆灯规则以来 第二次男嘉宾选的心动女生 正好也为这个男生爆灯 这是第二次 在美国专场的第一次 好 看起来 这个心动真好 谢谢了 看看答题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每一项继续疗愈 我想要问四 家务能力 家务能力 好 看三个女生的回答 10号 家务都很擅长 而且做得一手好菜 包饺子 做寿司煎牛排 都很拿手 热爱美食也爱下厨 12号 基本家务都会做 心情好 是会自己下厨 2号 所有家务都会 出得厅堂 出得厨房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以后我的工作可能会很忙 我可能今天在上海 明天在台北 后天在香港 那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维持我们这段感情 那我想知道 女嘉宾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维持我们的感情 10号 我会尽我所能 就是尽量陪你 然后我也会 但是我会很独定 我会自己 以后的话 还会保持我的工作 但是尽量会陪你 对 你到哪里 他开着飞机来找你 对 你平常就是 一直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是吧 是的 所以你现在站位的时候 你故意要离他们两个那么远 是吧 我一个来 要留一个位置 12号 很简单 很简单 我会在家等你 谢谢 2号 我是在我工作 或者 工作之余 如果你希望 我过去陪你 或者怎样 我会过来找你 对 这样子 谢谢 在你做最后决定之前 我们给 12号 30秒钟 是这样子的 你是纽约来的吗 对吗 是的 那你冬天会在纽约吗 会的 那个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 她在纽约订婚了 所以我纽约 我会去纽约 看望她 然后 我希望 在纽约看到你 好 好 你可以做决定吗 直接过去 直接过去吗 是 恭喜你们